4,3,2,1,请开启! 第二届环州山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! 4月18日,由周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海岛骑员自在周山, 第二届环州山自行车骑游大会明昌开幕, 来自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的3000多名自行爱好者, 分批次陆续骑出周山骑游场, 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骑游之旅。 开幕式上,周山锣鼓、拉拉操、街舞、 传统斗空竹、花式自行车等精彩预热节目的表演, 为大家呈现了一场极具动感的视觉盛宴。 本次环州山骑游分为全城组和半城组两个组别, 赛道主体沿海而设,串联其整个周山岛海岸线。 赛道沿途设立了四个补给和打卡点, 向广大选手提供补给服务和康复治疗。 据了解,本届骑游大会在赛事安全保障方面, 人力尽力的配备较去年增加了一倍, 尤其在危险路段做足了救援准备, 为赛场上的选手们保驾护航。 在大会正赛当天, 起终点的体育场内同步举办的儿童滑步车骑行赛也如果如图进行中, 本次儿童滑步车更吸引了200多组亲子家庭参加。 比赛的最后,三个团队获得了最佳组织奖, 他们是上海起点Backhome, 无锡星空单车俱乐部, 舟山比比酒自行车俱乐部。 组委会在朱家间大青山景区设置爬坡赛段, 最终来自林阳G7联队选手, 方桓以8分11秒的最短爬坡时间获得了大青山爬坡王的称号。 今天这样,前半段那个可能刚开始起步那边比较多, 还是比较累的,有点爬坡, 后半段下午的话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,加油吧。